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红潮经文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月15号星期三 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 中共中央1号文件姗姗来迟 终于在2月13号由新华社发布 文件6次提到了粮食安全 强调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国内自媒体账号中产先生发文说 今年这1号文件深深来迟 谈到的事情还都不小 其中占第一位的粮食问题 不仅关系到口粮 更是影响食品价格 引发通胀的核心因素 今年的食品安全本来就不容乐观 没想到还来了两个黑天鹅事件 一是俄乌冲突 今年乌克兰的春波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开始了 俄乌冲突如果继续 全球粮食价格还会上涨 二是美国俄亥俄 绿与稀泄露 俄亥俄是玉米和大豆生产大粥 但这件事对当地的农业影响有多大 影响时间有多久 目前还没有评估报告出来 如果严重的话 可能影响全球食品价格 文章说 叠加各种因素 今年的粮食安全和通胀压力还是不小的 至于会不会影响居民餐桌 还有后续观察 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勒伯德 曾对香港南华早报表示 食物价格变高对富国影响少 但是对穷国而言是大问题 可能引发政治动荡 自由亚洲注意到 一号文件中六次提及粮食安全 例如坚决老手确保粮食安全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推动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等 可以对比的是 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 仅两次提及粮食安全 2021年四次 2022年五次 到了今年增加到六次 这或许反映出中国粮食问题日趋严重 特别是三年清零风控 农民从耕种到收割 销售都受到了影响 去年11月国内就有报道指出 因为风控影响蔬菜外销 新的种植剂又迫在眉睫 河南 甘肃 山东和河北的农民 只好用推土机产平田里的蔬菜 为的是腾出土地来种下一波作物 例如河南省汝州 这一季共收成了350万公斤的青葱 近100万公斤的菠菜 和1.9亿公斤的山东大白菜 但是货车进不了城 地方上只能卖掉约十分之一 大部分蔬菜卡在路上卖不出去 这都威胁到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对这份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 推特上有人简单明了的警告说 饥荒可能很快就会来了 墙内的同胞一定的多备好粮食物资 类似的警告已经持续了几年 例如自由亚洲电台的朔破天津专栏 在2020年曾经分析说 中国的粮食危机背后是中共的外汇储备危机 也就是说粮荒的背后是美元荒 中国粮食严重依赖进口 如果外汇储备枯竭 就没有办法从国际市场卖到足够的粮食 这篇文章分析提出 看来当时习近平开始放弃战狼外交 是因为国库枯竭 国力漏底 那么如果美国选择继续全方位的阻击围堵中共 习近平终生执政的中国梦还能撑多久 2021年大纪元的财商天下栏目也发文说 1958年毛泽东曾发愁的问来访的赫鲁晓夫 中国的粮食太多了怎么办 但是随后母产万金的谎言破灭 中国进入了严重粮荒时期 在粮食问题上 中共欺骗百姓是有先例的 早在2019年 中国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 就曾经在官媒采访时说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 其他国家如果不卖就麻烦了 中国人就要饿肚子 对中国人来说 恐怕是未雨绸缪才能有备无患 2月15号 大批的武汉退休老人聚集在中山公园 抗议官方的医保改革 有民众抗议过程中高呼 打倒反东政府 现场的大批警察暴力驱赶 造成了不少老人倒地 与此同时 大连也传出了老人们上街抗议的消息 根据网络热传的视频显示 15号一大早 老人们就陆陆续续的到达抗议地点 武汉市中山公园门口 随着老人们越来越多 现场也来了不少警察 中山公园门口 大批警察也排成一排 反对医保改革 有网民说 大连和武汉南北呼应 希望全国更多城市的老人站起来 争取自己的权利 武汉当局今年削减了民众的医药补贴 达到七成之多 不仅约200万名的退休人员受到影响 普通居民的医疗费也受到影响 居民们向当局提出质疑和诉求 限期他们在2月8号前做出解释 否则将于2月8号向政府讨说法 于是武汉在8号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 民众在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 15号再次爆发抗议 有网民表示 年轻人的白纸运动和老年人的医保运动 将加速中共的倒台和民主自由中国的到来 接着我们来看本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 荷兰国防部13号发表声明称 两架荷兰空军的F-35战斗机 在波兰上空拦截三架俄罗斯军机 美国防空司令部14号也发表声明指出 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了四架俄罗斯战机 这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性 引发了外界的各种联想与怀疑 丹江大学外交系主任郑钦摩 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战机几乎在同一时间入侵 美国阿拉斯加的航空识别区 以及在加里宁格勒逼迫北约的领空 似乎在对北约传达一个讯息 警告西方在俄罗斯发动春季总工之际 不要直接介入俄乌之间的战事 郑钦摩也谈到 由于俄乌战争即将戒满一年 可以想象普京的压力在不断的升高 因为他把一场他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打成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面对西方不断升级的经济制裁 以及制裁可能造成俄罗斯的社会动荡 郑钦摩进一步分析说 其实俄罗斯的大选也即将到来 虽然外传普京可以借口战争 或取消或者延迟大选 但是这样又会增加国内的各种压力 所以如何尽快取得一定的战果 来结束战争 我想应该是目前普京最重要的 对于俄罗斯撑不下去 松口将同意无条件和谈的说法 郑钦摩认为这是外界的一种误判 普京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示弱 虽然他国内确实有遭受到很大的问题 当然听维尔斯丁副部长的话 我想更重要的他强调的应该是 所谓和谈的前提是 没有先决条件 而是基于现有的现实的会谈 那所谓现有的现实 应该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 就是目前的现状 那也就是说 已经透过公投的民主程序 已经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克里米亚 跟所谓乌东市省 那这应该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 那对俄罗斯来讲 这是不可以谈的 也不用谈的 正亲摩还表示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维尔西宁称 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的说法 他觉得更像是一种恐吓 如同是在向乌克兰传达 在俄罗斯发动毁灭性的春季总攻之前 再给乌克兰一个机会 希望乌克兰应该在不设条件的前提之下 来跟俄罗斯进行谈判 神韵纽约艺术团12号晚间 在奥地利萨尔兹堡大节日剧院的第三场演出 依旧爆满 一票难求 在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 演出圆满落幕 天主教神父亚罗米尔·库奇雷克表示 神韵让他深受启迪 感受到了创世主的召唤 库奇雷克向新汤人称赞说 演出令他陶醉和惊喜 超出了他的预期 而他本人也不只是因为艺术或文化原因而来 让他非常感兴趣的是 演出精神层面的背景 为传统而抗争 为传统和古老的文化而努力 并要对抗共产主义 库奇雷克解释说 因为他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杰克·斯洛伐克 生活了16年 所以他非常热衷于支持每一个与其抗争的人 另外 库奇雷克表示 神韵的歌词内涵意义重大 演出对于西方社会的颓废也是一种提醒 让他们反思自己的历史传统 回归健康的价值观 回归他们自己的宗教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演出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 演出提到了撒旦 提到了创世主的召唤 在这个意义上 库奇雷克认为 演出非常鼓舞人心 库奇雷克还表示 神韵对当今的西方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包含很多关于道德的自然法则 他认为这很重要 特别是在当下 道德被践踏 尤其是在西方 对于男人和女人的定义 健康的社会 健康的家庭 重新强调这些价值观很重要 库奇雷克强调 总的来说 拒绝现代主义 重新审视传统 对于当今社会尤为重要 观众朋友 我们看到中国爆发的白纸革命之后 再爆发了白发革命 不同年龄段的人 表达了同样的声音 有人说 老人不安 鸡犬不宁 这是败奇之相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同时也希望留下您的邮箱 我们将及时发送最新的资讯和优惠信息给您 相关链接已经在留言区置顶 谢谢您的支持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